主料,面粉200克,培根100克,主料,酱母,披萨酱,洋葱,火腿肠,马苏里拉奶酪,准备时间,10-20分钟,制作时间,10-20分钟,面粉两大勺的酱油和温水合成面团,放在温暖处发酵至两倍大,洋葱切小丁,西红柿切丁,越多放入黄油,放入洋葱冰炒熟后,加入西红柿丁炒软, 加入适量蒜粒,和披萨炒小火翻炒至汤汁靠近,酱浓厚即可,盛出冷凉备用,将发酵好的面团改成平,最好再盖过10分钟醒发一下,铺在抹油的披萨坛内,下面用叉子插上眼,先撒入一层马苏里拉奶酪,抹上披萨酱,再扫第二层马苏里拉奶酪,铺上煎好的培根,上面加上洋葱丝,我没有加辣椒丝, 我家宝不喜欢,然后再撒上马苏里拉奶酪,上面点水上火腿即可,烤箱250度预热后,放入烤箱烤15分钟制熟即可,成品,烹饪技巧,烤箱温度时间需摸索,每排烤箱有不一样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感谢观看